出國旅遊 台灣人最愛去的地方就是日本了 但這些能讓旅行事半功倍 免當冤大頭的實用小知識 你都知道嗎? 第一次來到日本的人 可能不知道喔 居酒屋有著和一般餐廳不同的消費文化 那就是 來日本逛超市 超商 才明白什麼叫做人性化設計 你知道就連這些食品包裝 也都暗藏玄機嗎? 光從 就能知道哪瓶果汁 牛奶是百分百純天然無加工 還有這個超神奇不沾手醬包 輕輕一集 好方便喔 這一集阿末一次整理 11樣超實用的旅日小知識 將你避開可能會讓荷包失守的陷阱 還能讓旅行事半功倍的小Tips 省錢省事不吃虧 快跟阿末一起聰明玩日本 Go Go 我靠玩什麼? 居酒屋可以說是日本特色飲食文化之一 道地的炭烤串燒 配上冰涼的深啤酒 真的是一大享受 但你知道嗎 居酒屋有一個和一般餐廳不同的消費文化喔 首先大部分的居酒屋 只要進店用餐都會送上一盤招待小菜 而這個小菜是要收費的 通常每人300-500日幣左右 最後結帳時 明信裡出現的 Odoshi這一筆項目 就是招待小菜的意思喔 阿末 可是我明明沒有點小菜 卻沒收招一筆錢 感覺 感覺你狂燃 可以入座時 叫店員不要上小賤嘛 大部分是不行喔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台灣餐廳常見的低銷規定 只要一入店 每個人就需要點一杯飲料或餐點 不過也聽說在某些大型連鎖居酒屋 是可以拒絕招待小菜 不付這一筆費用的 由於每家居酒屋的規定都不同 保險企業 建議大家在入店前先和居酒屋的店員 詢問是否有招待小菜的費用喔 打開菜單 發現有個奇怪的符號 又不是我 阿末 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符號 日文就念作 還有結束收尾的意思 但用在菜單上 就是指最後一道料理的意思啦 通常是有飽足感的主食 飯麵之類的東西 日本人的用餐習慣 跟台灣有一點不同喔 日本人在居酒屋習慣以串燒 燒烤之類能配酒聊天的小菜為主 所以如果大家是想要吃飽 以飯麵類為主的餐點 建議先到其他類型的餐廳 例如壽司店 拉麵店或西式減餐店 吃不過癮再到居酒屋續攤喔 順帶一提 在居酒屋用完餐 如果向店員用手指比出叉叉的手勢 這時候就表示我結束囉 要結帳的意思 只要你懂這個神秘的暗號 不會日文也能順利在居酒屋用餐結帳 很有趣對吧 然後阿末再補充幾個在外用餐時 可能也會碰到的情況 不論你進哪種餐廳 店內基本上都是提供冰水 由於早期製冰困難不易取得 冰塊被視為招待客人的高級品 而且進店內品嘗現做 熱騰騰的餐點時 賠一口冰水也更能降溫消暑 當然如果身體不適 注重養生的朋友們 主動和店家要去冰的常溫水 也是沒有問題的 再來是餐點打包 由於衛生考量 日本不少餐廳 不提供餐點打包的服務 一方面是怕客人帶回去後 已經不新鮮 吃下肚後身體不適 另外一方面 也是日本料理本身 使用較多的生鮮食材 因此保鮮特別不容易 給予這幾點 某些日本餐廳 不太會讓客人 把吃不完的餐點打包 還請大家注意 來日本逛超市超商 才知道什麼叫做人性化設計 大家有在便利商店 連鎖數十店看過這種醬包嗎 通常買熱狗或烤吐司片 都會附贈 為了方便客人擠醬汁不沾手 設計成捏著兩邊 向中間擠壓的特殊包裝 只要像這樣單手輕輕一捏 醬汁就會從中間的切線擠出來 不會弄得到處都是 是不是很方便呢 還有還有 日本國名品牌日清泡麵 把泡麵的封蓋 設計成像貓咪耳朵的樣子 除了可愛 還有一個小妙用哦 沒錯 泡熱水的時候 只要把耳朵往下折 就能防止封蓋翹起來 也不用找東西壓住 超方便的啦 除了吃的 日本的飲料包裝 竟然也暗藏玄機 冬天的時候 日本隨處都可以買到 像這樣的熱飲 但如果沒有馬上喝完 放著10分鐘就會冷掉了 想要加熱的話 放進微波爐裡也是可以哦 只要按照平身包裝的刻度量表 針對不同的剩餘量 加熱不同的時間 都能喝到剛剛好 熱熱的飲料啦 日本人連這點都想到了 是不是很貼心呢 再來再來 如果想喝果汁啊 只要瞄一眼包裝設計 就能分辨出 是不是百分百 純天然的果汁哦 日本的法律規定 果汁含量100% 無添加的純果汁 就能使用 剖半切開的寫實水果照片 來作為包裝設計 而果汁含量不足100% 只能出現像這樣 完整一顆未切開的水果照片 當果汁含量低於5% 包裝的設計啊 就只能出現水果插圖 非寫實的水果素材來呈現 並不能用真實的水果照片哦 另一邊啊 如果想在日本超市 超商買牛奶 也可以留意牛奶和包裝邊緣 有沒有出現缺角 若有像這樣的小缺口啊 代表是百分百 無添加的純鮮乳 而像這樣平整沒有缺口的牛奶盒啊 就表示內含其他成分 或經過加工處理 例如低脂牛乳 果汁牛奶 咖啡牛奶等等 據說這樣的缺角設計 是為了幫助市場者能夠輕易分辨 避免買錯牛奶 暗藏玄機的日本食品包裝 處處都是貼心的小細節呢 在日本常見的炸物美食可樂餅 你知道它的由來嗎 其實這道料理啊 最早源自法國 法文稱為Grow Cat 這是將動物絞肉混合起司 再裹上馬鈴薯泥 麵包粉後油炸的美食 而這道美食在傳入日本後大受歡迎 甚至成為不可或缺的家庭料理之一呢 日本人也進行了許多改良 發明不同的可樂餅口味 不過呀可樂餅之所以稱為可樂餅 完全是因為中文音譯 與可樂汽水沒有半點關係 製作過程也不會加入可樂啦 但不管怎麼樣 阿摩在日本吃到的可樂餅真滴美味 牛肉可樂餅 咖哩可樂餅 奶油可樂餅 我通通都要來一份 另外在日本的定食料理中 常常會出現滑嫩的雞蛋豆腐 其實它和一般的豆腐不同 主要的成分是雞蛋與高湯 而不是黃豆哦 乍看之下雞蛋豆腐的外觀或口感 與真正的豆腐相似 但雲屋料與製成可是大不相同的 其他像是日本鄉土料理 也會出現的胡麻豆腐 或華人吃的杏仁豆腐 也是類似的概念 主要的成分分別是芝麻與格粉 以及杏仁糖鮮奶等等 嘿嘿是不是又學到了一顆呢 以上這些實用又有趣的小知識 你最喜歡哪個呢 最後記得訂閱加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莫克玩什麼最新最實用的旅遊資訊哦 我們下次見 哈囉大朋友小朋友們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歡迎在影片下方按下超級感謝打賞阿末 或者點選影片資訊欄內的超連結 選擇加入會員成為莫莫支持粉 成為會員後 在阿末的影片下方留言時 除了顯示專屬徽章 還有我的大頭貼圖可以用哦 有你們的支持 阿末會繼續製作好玩又實用的旅遊攻略給大家 那我們下回見囉